好,咱们在它的右上方 给它加一个半开式的小花包 咱们用毛笔沾了底色来调藤黄 加珠标 来过度咱们的属红色 给它过度 好,咱们现在开始来画 咱们用侧风韵笔 给它往右边一推 再给它回推一笔 给它卷上,给它包上来一个花瓣 接着来 咱们在它的这边 给它按下去 往左上方一推 右边一推 给它压出来 给它回上一笔 给它推出来一个花瓣 接着咱们再来 在它的左边 给它压出来一个花瓣 往上走 包笔推 它们的侧风韵笔 你看,都是侧风韵笔 推动毛笔 然后再按一笔 是吧 给它包住 好,这边咱们这个小花包 框架不就给它打出来了吗 给它围住了 现在再来调珠标色 以前过度属红 来给它包上一笔 往上来 接着再来 加藤黄色 猪标 然后是树红 加胭脂 咱们来给它 按下毛笔 翻往右边 给它两边再按一笔 给它画出来一个 稍微开放一点的花瓣 给它开出来 这边咱们来看一下 从这个位置 再给它来 凑碰一笔 给它卷上去一个花瓣 让这边给它压出来一个小的 笔尖啊 笔尖咱们去补充颜色 再来一点太白 藤黄 猪标 然后鼠红 胭脂 再来笔尖加一点胭脂色了 咱们去给它把花心 给它 切出来了 给它切花心 让小笔触 一笔一笔的去给它切 笔尖一定要占重色啊 去给它切出花心 是不是很简单啊 那咱们这个小花包 给它简单的切出小花裂啊 花瓣的小圈口 给它表现一下 这个可以给它画出来 给它走一个 那咱们给它强化一下 下边的啊 这个小卷瓣啊 给它压下去 那咱们你看一下啊 整体 咱去把这个 我们的花的花心啊 花心给它画一下 咱把镜头放大一点啊 教大家怎么去画花心 咱们用三青色啊 给它画上五半啊 像小梅花一样啊 像一朵小花 给它用顿笔的形式 给它画出来 那这边也是啊 在它的中心位置啊 花心 就要在它的中心位置 往下啊 你看用勾线笔的笔尖 去占了三青色 给它一笔 两笔啊 三笔 四笔 给它来五笔 五笔给它画出来 画出它的花心 咱们把毛笔啊 给它涮一下啊 涮干净了啊 涮完以后 咱们去给它点上花蕊 点上花蕊 花蕊啊 咱们用藤黄加太白啊 藤黄加太白 加少许的水 去给它 调出来啊 花蕊的颜色啊 好 给它 你看 三五笔啊 给它来一组 有大有小 盾笔 给它往下拉丝啊 画好以后 把手拿开 大家可以简单的看一下啊 剪的啊 给它点的随意一点啊 让它有个小小的一个小姿态 小动态 给它 展现出来就可以了啊 围绕着花心去给它画啊 你看这个位置 咱给它再画上啊 可以把花心给它压下去 是不是 它生长的规律啊 就是这样啊 接着咱们再给它 强调 夹上几遍 在它的夹角啊 夹缝处 咱们给它点上两三笔 一两笔都可以的啊 点上一些 那咱们就先这样 咱们把下一朵花 咱们也是用同样的方式 给它点上它的花蕊 点上 用顿笔的形式 顿笔拉丝 咱们围绕着花心 去给它点花蕊 给它画上 简单的几笔 给它点上花蕊 点上花心和花蕊以后 整个牡丹花 就像有了灵魂一样 看着更加的漂亮 咱们的小花蕊 半开式的小花蕊 也给它点上 几个花蕊 那咱们小花蕊 不需要给它点上花蕊 它看不到 它没有完全开放 只能看到一些 小小的花蕊 是不是 那接下来咱们去调 叶子的颜色 咱们叶子颜色 用藤黄 给它挤到调色盘里 藤黄 然后再来一点 森绿色 咱也给它挤到调色盘里 咱们把这两个颜色 用来画叶子 咱们再给它挤上珠标 珠标色 藤黄三绿加珠标 然后再拿出咱们的胭脂色 给它挤到调色盘的旁边 习惯性给它挤到旁边 这样咱们在调色的时候 笔尖去蘸胭脂色 比较方便一些 好咱们拿出大号的叶子笔 去蘸水 给它 把藤黄加三绿色 给它调和 咱们在调和的时候 适当的把珠标色 给它调进来 那珠标色咱们说了 是为了降低 藤黄加三绿的一个饱和度 咱们不让它那么绿 给它中和一下 再来降低一下 它的饱和度 不让它过亮 再来加一点 给它加进来 再来调一点 胭脂色 可以给它加到里边来 你看这样的颜色 是不是有一些变化了 没有像一开始 那么绿了 接着给它调匀 调匀以后 咱们把毛笔上 多余的水分 给它挂一下 多余的水分 给它挂掉 然后笔尖去给它过度 胭脂色 笔尖去过度 来给它挂一下水分 来笔尖给它 一定不要叶子 咱们画叶子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毛笔的水分 千万不要过大 刮干水分以后 笔尖在胭脂 咱们再去画 那咱们先给它 画出它的小花托 来给它来一个小鳄片 给它走下来 给它包上一点 咱们这朵花 已经开放了 已经开放了一点点 所以咱们的花托 看不全 也就是看到一部分露出来 咱们让它从这边 给它走出来 出枝 给它走出来 从它的这个 给它有一个姿态 给走上来 咱在它的右边 给它再出来一个小枝 小小的 用笔尖去沾了胭脂色 咱们给它画上叶子 你看 顿笔 用测风 运笔按下去 咱给它来一片 来一个叶子 咱们这边 再给它出一个枝 还是用刚才的方法 再给它画上一片叶子 你看 画上一组小叶片 来 走过来 你看 咱这个小花托 包括小枝叶 就给它画出来了 你看 上面 再给它走出来 一些小嫩枝 一些小叶子 给它 勾勒上 给它画出来 咱们在它的下边 咱们再给它画上叶子 还是来调咱们的这个绿色 然后笔尖过度胭脂 给它过度均匀 笔尖加重胭脂色 你看 侧风一笔 按下毛笔 咱就往上 给它推出来 咱在画的时候 你看啊 把花瓣的边缘 顺便啊 顺便给它处理 处理一下 那咱们在这个位置 再来 还一个 这边走一个 上面 接着来 这又是一组 一组叶子 咱们在这个位置 再来 是不是 笔尖去补充胭脂 咱们给它强化一下 再去画 上面按下毛笔 往下推 是吧 这又是一组啊 咱们一组一组的去给它画啊 你看这个位置 咱们接着走 来给它 把花瓣的边缘啊 咱们给它处理一下啊 走 走过来 来一些小的 小叶子 这边给它 再来一个 然后接着去调颜色啊 从这个侧风用笔往上去推 给它推上来 把上一个花瓣的啊 花瓣去给它处理一下啊 边缘处 那咱们现在给它把叶子色加重 咱们加花青色啊 咱们把花青色给它挤到调色盘里 然后沾点水分啊 去给它调和 花青给它调进来 再来一点珠标 把刚才剩余的珠标也给它调进来啊 你看咱们这个叶子啊 是不是就发绿啊 绿的更厉害啊 更狠一点 重啊 咱们重色的绿色 比刚才的颜色要重啊 咱们笔尖 你看 去沾了胭脂色啊 过度胭脂 咱去给它画出深色的叶子啊 给它画上几组 那咱们毛笔按下去 咱往上面一推 再来一半 再来一个 你看是不是 现在咱们就需要把它的这个花瓣啊 顺带的啊 边缘给它处理出来 是吧 画出一些小花脸 接着来调颜色 往上啊 你看毛笔给它按下去 走 给它推上去 走过来 这边再来一组 是吧 好 顺道的啊 给它画出来 你看它的一些小质啊 露出来一点 那咱们把这个 来给它处理一下 来这边 来给它来一组啊 推上去 走下来 三片啊 三片为一组 那咱们再接着 再给它出来一个小质 走上去一个小叶子 毛笔干了啊 咱去补充颜色 来给它再来 走上去 好 再给它 加出来一些小质 然后咱们上面 再给它来上一片重色的啊 几片 加重 重叶子啊 给它衬托一下啊 衬托一下咱们的花瓣啊 然后又去调颜色了啊 接着从上面 给咱画出来一些 小嫩质啊 咱给它走上去 点上去 来上一点啊 来上一些小嫩质 把纸上往下弄 再来一个 给它来一个小穿插 走上去 是不是 好 咱给它点上小嫩叶啊 小高牙 点上几笔 给它出来啊 让它更加 整个画面啊 让它更加丰富一点啊 不那么呆板啊 是吧 给它出来一点 这边走上去一些小叶子 马上去走啊 在它的下边 你看 给它 切出来滑丽啊 是不是 给它 清晰的给它处理一下 你看 小滑丽 给它处理出来 用重色啊 去给它 加强 你看 加强它的 花瓣的边缘啊 去给它 精细的啊 去给它处理好 好 咱们再来 再来 补上几笔啊 让它叶子更加 饱满一些 那咱们来 给它勾叶青啊 用胭脂色啊 勾线笔 胭脂色 去给它勾浅色 叶金 就是它的叶脉啊 咱简单的 去给它 两三笔啊 给它勾成 一个叶片啊 给它勾出来 你看 很简单啊 咱们在勾叶金的时候 注意两点 一是咱们要在 叶子拌干的时候啊 还没有干透 的情况下 那咱们去给它勾叶金 还有就是啊 咱们在勾叶金的时候啊 不要让它左右对称啊 它的叶脉 不要让它左右对称去勾啊 让它都错开啊 错开 错开了去勾啊 那一些浅的 嫩的啊 小小的叶子啊 可以忽略啊 不给它勾 也是可以的啊 不要勾太多啊 也不需要每一片 都给它勾出来 也满啊 那咱们用啊 浓墨啊 咱们去蘸了浓墨啊 用浓墨 咱去勾 深色叶子的 叶金啊 深色叶子的叶金 叶脉 咱去给它中锋啊 中锋运笔啊 咱给它勾出来 两三笔啊 是吧 就给它勾出来了啊 大概 勾上几笔 好 是吧 再来 给它 顺着叶子生长的方向啊 顺势 给它勾下来 那有些叶子 看到的是正面 那咱们从中间啊 给它勾上叶脉 那有些叶子是侧面 对不对 那咱们只能看到一面 对吧 那就咱们就只需 给它 需要给它勾出 一个小侧面的叶脉啊 那咱们现在 从哪个位置看一下 怎么给它出枝啊 咱们用勾纤笔 沾了清水 去调浓墨啊 给它调出来 淡淡的一个墨 那笔尖去蘸浓墨 给它出枝 走 哎 顿笔啊 给它往上来 从左侧啊 从咱们的左侧 给它出枝啊 再接着来 给它走上去啊 一个 简单的一个啊 小枝 给它走上来 还给它来个小串叉 这边啊 咱们再来 给它来上一个 毛笔去补充一下颜色啊 给它走上去 给它出枝 走 给它往上来 用钝笔啊 你看又给它穿插上去了啊 咱们的枝干啊 又给它穿插上去了啊 还给它处理一些啊 小小的 小树的啊 小树枝的啊 咱们的枝干的小结啊 咱用浓墨啊 去给它点上几笔 点上几笔啊 就差不多啊 可以了啊 再来 再画出 它的树枝的小结啊 枝干的小结 那你看啊 咱们这幅画啊 就画好了 好 谢谢大家的观看 那咱们下一节课再见 再见